我被一个身价上义的老板给深深的上了一课 上周我俩一起去谈一个1000万的项目 在签完合同以后呢 都已经是晚上9点过了 我俩开车回公司 然后发现我们的车位上竟然停了一辆车 不过好在对方留了他的联系方式 我按照那个电话号码给车主打了过去 他呢接到电话以后呢 也说他会立马过来把车给挪走 但是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也没见人来 然后呢我怕老板等心急 于是呢又给对方去了一个电话 结果没想到这次 刚响了一声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生气了 我就跟老板说 我老板您别着急 我这就打电话给拖车 让拖车把他车给拖走 结果老板特别淡定的跟我说 你先别急 然后呢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给对方发了一个短信 信息上是这么写的 您的车前大灯被别的车给蹭坏了 招式车主好像要溜的意思 您赶紧过来看看吧 信息刚发出去没半分钟 对方就立马给我老板回了个电话 不过老板没接 大概是又过了十分钟吧 我就看见一个人 气喘吁吁的从远处跑着过来 一边跑还一边喊着说 是谁碰我的车呢别跑 然后呢他围着他自己的车 仔细的检查了一番 发现没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我就下车跟他说 你占了我们的车位了 马上把车开走 然后呢他一下子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灰溜溜的就把车给开走了 回到车上以后老板跟我说 其实呀不是社会太现实 别人不帮你 是因为你没有触及到 对方的利益 你只有把自己的问题 和对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才能引起他人的重视 然后我笑了笑说 老板您真厉害呀 跟在您身边 我还真是学到了不少呢 我要是有您一半的智慧 那该多好呀 这样子以后我办起事来 也能事半功倍了 然后老板从车里的 储物箱里面 拿出了一本书递给我 他说你别光跟在我周边学 这样子太慢了 如果你想在这个社会上 吃得开 你就得明白 做人得有心机 做事得有手腕 我很多的厨师的方法 都是从书里面学的 你看完之后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 所以我也强烈的建议 你也去看一看这本书 价格不贵 只要9块9 只需要点击左下方的链接 就可以获得 学会了之后 你也可以拥有 像我老板一样的办事智慧